春节和元宵节期间 广西再次迎来北方过冬游客 记者近几日在走访中发现 由于在广西南宁过年的北方游客增多 当地商超和餐厅的顾客消费习惯相较于往年春节和元宵节有了很多变化 北方的过年风俗正在南下 在南宁一家大型商超内 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曲雅玲正在挑选广西特产 它的购物车内还有一包面粉和几何肉馅 她对记者说 过年的时候还是喜欢和家人一起包饺子 但同时也会尝试南方过年吃的年纵 假期即将结束 准备买些特产给家人带回家 就是我今天买了一些面粉 肉馅 馒头花卷 还有老油粉 那个螺蛳粉 还有广西特产柠檬鸦 因为春节过后 亲近朋友 走亲访友 需要送一些广西特产 还是依照我们北方的习俗 包饺子的特别多 但是在这边也会吃粽子 也会吃饺子 过年北方吃饺子 南方吃年粽 该家商超工作人员陆良告诉记者 春节和元宵节期间 超市的面粉 肉馅以及玉制菜销量 较之前均有明显增加 也有很多外地游客喜欢挑选本地特产大量购买 由于走亲访友 今年春节以及现在元宵节 由于今年北方过来过冬的人相对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卖场的话 我们的面粉类 以及我们肉馅类 然后相对这一次的话 在面点类 以及我们肉馅类是有相对的提升的 相对特产类的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愿意去尝试 我们这边很多的像玉莲 牛巴等等 还有螺蛳粉这些接受度还是蛮高的 他们自己吃完以后还会更倾向于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分享给他们在北方的朋友 同样感受到变化的 还有南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维艾雪 她对记者说 从大年初一开始 来餐厅消费的北方游客开始增多 这些游客多是以家庭为单位 维艾雪表示 北方顾客消费更看重地方特色 菜品选择更偏向于肉类 个人感觉南方的话肯定是比较精打细酸一些 然后的话像春节过年这些的话 点的菜品除了一些必要的鸡鸭鱼肉这些 是广西人每逢年过节都会必备的以外 他们就会选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 像北方的顾客的话 看见大分量的菜就夸夸夸的点 然后的话也都是一些肉菜类会比较多 据了解2023年春节期间 广西各大热门景区迎来游客暴涨 其中南宁全市在1月21号至27号春节 黄金周期间共接待游客539.94万人次 同比2022年增长101.67% 实现旅游消费27.65亿元 同比增长103.57%